面临环球科技大学的学生谢灵慈参加台湾小姐的选拔 获得了最佳人员奖 这个月初她还代表台湾到泰国参加国际美颜小姐的选拔 在40国的加力中挤进了前15强 虽然最后没有办法夺得霍冠 但是第一次出国比赛就有这样的佳击 让她觉得非常有收获 走起台步充满自信 架势完全不输专业的模特儿 谢灵慈大大的眼睛甜美的笑容 是校园里亮丽的一朵花 今年7月她在戏上老师的鼓励下 参加台湾小姐选美 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 没想到选上第6名还获得最佳人员奖 我是个还蛮爱交朋友的人 基本上态度好人家也不会对你印象太差 我就是尽量以微笑去面对他们 这个月初谢灵慈更代表台湾参加世界美颜比赛 差点就挤进前10强 谢灵慈笑着说自己虽然有出色的外表 实际上却是相当的内向害羞 我就是一个人 而且我又从来没有自己出国比赛过 那其实还蛮紧张的 她也陪同老师一起规划了 参加了几次的校外的展演 所以她还蛮具有领导人的特质的 谢灵慈平时兼差当平面模特儿 面对未来她抱着平常心 现阶段还是以学业为主 如果要成为专业的模特儿 还需要多充实自己 你能andan从来有加密的发生 记 gle如果皮肤华就能量 我们开始一炎